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茶花状态越来越差 因为它已经到了花期的最后时间了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将 茶花现在已经到了它花期的最后阶段了 刚才我一碰,我这一朵茶花就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的茶花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今年的开花 所以等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对茶花进行宽盆宽土以及修剪的处理 茶花这个修剪一整年是最关键的 如果处理不当,明年有可能是没有花开的 我去年有一盆茶花就在开花的时候没有处理 等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再去处理 结果今年目前来说一朵花都没有 所以种植茶花在开花的最后的时间 一定要及时的帮它处理好 如果你没有时间给它换盆换土 那么您最少要帮它进行合理的修剪 种植茶花一年基本上最忙的就是这个时候了 在它花期结束了之后 我们对它要进行枝条的私有剪 尤其是那些互相遮挡的老枝 以及今年的开花枝 像这种花苞已经不能留了 我们需要把它剪掉 你看花苞还是蛮漂亮的 但是由于它已经损耗了大量的营养 根系的已经供应不上来 所以最好把它进行修剪 我们把茶花上面 今年的开花枝全部剪到 当然了那些剪掉剪下来的枝条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拿去扦插 把一些互相遮挡的枝条剪掉 叶子不需要保留很多 一部分的叶子就可以了 这里已经开始长侧芽了 好了 基本上可以了 把今年的主要的挂果枝全部剪 开花枝全部剪掉 这里还有一根 也不要 剪完之后变得光秃秃的 大家记住 我们给植物进行 进行矿盆矿土的时候 记得提前不能给它喝水 因为喝水 把浇水会导致土壤的重量增加 让我们的根系无法握住土壤 最终当我们脱盆的时候 土壤很容易散掉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停止浇水 最少一到两天 尤其是茶花开花之后 这个时候修剪完之后 其实最好就放一两天 我们再去进行土壤换盆 换土 这样子更加完美 今天时间不够了 我就直接开干了 事实上我是不怎么确定 我这个盆土会不会散掉 因为这个盆土是在去年的九月份 我进行了一次换盆 当时给它增加了土壤 然后这个土壤可能会比较疏松 先把它撕着 看看能不能把它拽出来 压一下盆 花盆边缘 试一下 不行 不要太用蛮力 再试 好了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土壤有点松了 可以出来了 只出来了一半 糟糕了 下面的盆土没有出来 也刚刚好 你看 下面的盆土 都没有拽出来 太松了 这个盆土 好 这个刚刚好 上面这一块先让它放着 我们对这个盆土进行处理 花的旧土 我们就暂时不拿来使用了 毕竟这里用了一整年 里面有多少细菌 有多少虫卵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处理完之后 再使用 我们用一些新的土壤 这些土壤是已经处理过的 虽然不是很多 但基本上也可以 基本上够了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一些 可以补酸性的物质 同时让土壤比较疏松的 这个是珍珠岩 大概是土壤的三分之一 左右就够了 接下来是骨壳 骨壳可以用些新鲜的骨壳 都没有问题 这个可以跟土壤里面 补充腐质质 同时也让土壤保持疏松透气 也是三分之一左右 差不多都可以了 最后再往里面加一些些骨壳 骨壳大概是土壤的五分之一 骨壳里面有很多氨基酸 以及糖分 有利于我们的茶花生长 接下来就可以把土壤搅拌 搅拌均匀 这个土还是有点少 我们可以适当的往这里 再加一些土壤 咱们在配土的时候 可以适当加一些水 提前加点水 有利于这个土壤去种植 我一般情况不建议大家 在上盆的时候再加水 虽然那时候也需要定根水 但是比起这样子 会更加的简单 你看加了水 这土壤开始变湿了之后 就蛮不错了 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 一卧它能成团 这样才可以 所以还需要再加点水 我这个是加了一点杀菌剂 钢蒙酸钾的水 所以这个水起到杀菌的作用 养茶花离不开肥料 所以今天我还是用点鸡粪 鸡粪对于植物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肥料 但前提是一定要是发酵好的 如果没有发酵好的鸡粪 这个拿去养花是很多虫子 也得很多细菌 加一部分的鸡粪进去 搅拌均匀 我们就可以上盆了 不要着急上盆 先在垮盆底下放一些垫底的材料 我这次用的还是纸皮 纸皮还是挺喜欢用的 先铺一层下去 把它压实了 然后就可以把剩下的土养都加进去了 加完土之后 到达了整个垮盆的70%左右 我们就可以把茶花放进去 这样就完成换盆 这里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您的垮盆 茶花的原来就是这个位置的土 比较疏松的 那么您可以直接放上去了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您这里是比较板结的土养 您有两个的处理方法 第一个 是直接拿去洗根 把整个盆土洗干净 但是这样有可能 它根系区复需要一点时间 第二个 就是取来一把刀子 在这个土养的四个边上 切一刀 切进去 把整个土养给切散了 这样子也可以 处理好的茶花 下面放一个托盘 这个水的托盘 然后就可以浇上一些定根水 定根水一定要足 直到下面托盘都装满水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通风阴凉 可以稍微避风的位置 当然了有点风也有利于它的生长 但是就这样放上一段时间 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 它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生长了 我养茶花是从四年前还是五年前开始的 到现在也陆陆续续养了十多盆的茶花 除了刚开始那几盆挂了之外 后面的茶花状态都非常的好 其中尤其的几盆 今年的开花量非常非常的大 很多朋友养茶花往往不知道怎么养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养花都是在失败中不断的总结经验的 我也是这样子 刚开始我养了几根茶花 养着养着突然间枯萎了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慢慢总结之后 就发现我们没有对土养进行很好的处理 其实茶花盆栽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植物 只要土养够疏松 那么茶花就能只长得旺 您会发现养茶花是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千万不要等到茶花全部夸败的时候再去处理 因为来年有可能没有花开 所以记住在三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的茶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那么您就可以把它剪干净的 把土养重新配置 您会发现来年又是一盆非常不错的茶花了 好了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佛夏阿华将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